黑暗中李洪志师父照亮了人生之路 在苦难的中国 中共恶党已经把人民糟蹋的不像样 当生命走入绝望时 李洪志先生传出的法轮大法 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人生的道路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 我在父母四十多岁时出生 也是他们唯一存活的独生女 从小虽得父母钟爱 老师喜欢 但因父母的大地主成分 我四岁就坐在父母的后面挨披痘 十一岁时在文革期间被扫地出门 二十六岁从边疆回城 那时父母已在文革中被中共诊得双双瘫痪解肢 我凑合成了家 四年后有了女儿 却被诊断为先天脑瘫 小脑共计失调 我终止了学业 背着女儿走上了漫漫的求一路 孩子稍大 我又去奋斗 三十九岁时 病倒在合资公司经营副总的岗位上 四十一岁时 我已是满头白发 面色涂灰 食道 乳腺 子宫都出现恶性病变 心胜衰 绝症残身 就在生命走到尽头时 法轮大法救了我 我读着转法轮 什么都明白了 我知道了自己痛苦的原因 知道了人生的目的 知道了人应该怎么活着 修炼时我从仇恨所有的人 到善待所有人 这个转变对一般人来说很不容易的 修炼以前 婆婆说我带着父母 结婚自己解决 对孩子不管不问 还要跟着丈夫按时去尽孝道 对此 傲性的我心里有着怨恨 委屈和压抑 修炼后 我知道了一切都有因缘 人们在无神论仇恨的挑动下 人心病恶 互相伤害 在无知中造业 最后害的是自己 我按照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 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化解了和公婆的夙愿 真心的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孝敬 不知不觉中 我无病一身轻 面色红润 癌肿排掉了 从身体到面容都开始往年轻上反 法轮大法让我变得宽容善良 在家中不再盛气凌人 尊重丈夫 温柔体贴 家庭生活温馨和谐 丈夫的朋友很羡慕我们 说我们家庭的氛围真好 请我给他们的老婆上上课 我说 看赚法轮保书吧 全包括了 我在大法中受了义 说起来能够写一本长篇巨著了 现在只举一例来说 公婆有三个儿子 我丈夫是老大 公婆在市区有两套房子 婆婆说我丈夫靠得住 将来由我们照顾他们两老 在婆婆病危时 我在婆婆病床边被610特务绑架 被非法劳叫回来后 婆婆已去世了 憨厚的丈夫 昼夜看护母亲 主持后事 事后也病倒了 两个弟弟趁住消母亲户口之机 把两套房子改成了他们的名字 并过了户 现在的大城市房子昂贵 一套房子就够全家移民欧美的费用 亲戚朋友都愤愤不平地对我丈夫说 你太老实了 把他们都弄法庭去 让他们吐出来 要再过去 我一定把这个家弄个底朝天 可我在大法中一路走来 早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李洪志师父教导我要重德行善 遇事为别人着想 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破坏了家庭和手足之情 何况80多岁的老公公 也在恐惧家庭变故 他刚做完心脏手术 虚弱得很 说不定会把命也搭进去 正如李洪志师父教导的那样 守住德 该有的还会有 如今 我家的生活仍然超过两个弟弟 有车有房 有丰富的存款 一家人健康快乐 无忧无虑 应有尽有 朋友同事经常说 什么时候看到你 都是在发自内心的乐 你告诉我们 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真好 生意好 一顺百顺啊 接下来 是 冷静下来 正好